各位同志朋友早安 我是編音師鄭文貞 今天是11月8號星期五 祝福大家週末愉快 好 現在時間是早上的8點30分 那在今天早上最新的消息 今天凌晨3點 美國最近公布的 確定降息印碼 算是沒有意外 因為說原本在這禮拜 聯準會FOMC會議 降息印碼機率就已經到99%了 所以算是符合大家的預期 降息印碼 這當然絕對是好事 美國總統大選結果出爐 現在又加上降息印碼 接下來的股市怎麼可能會差 美國股市在大漲 昨天台子夜盤又在大漲了 超過200點 所以其實你去看 我就一直跟大家強調就是說 在接下來 其實說接下來的台股 它會一路創高 應該說它會一路走高 一直到年底前 我的看法不變 一樣是上看24416點以上 它會再創下歷史新高 其實說我在上禮拜 就一直跟大家強調 很多人說為什麼 網路上明明就說 大家都這樣傳言 如果川普上任 它會導致台股可能說崩盤 導致台股先下後上 它一定會去 它一定會去影響到台積電 他一定會去搞台積電說 因為當時川普就講了 台積電強照我們 百分之百的晶片生意 川普上任 首先他就會去打壓台積電 先增加關稅 先強迫設廠 其實我就告訴大家 台積電很重要 但是沒有重要到 讓一個世界強權的總統一上任 馬上就針對你下去做 下去做這個政策改變 不可能 你去想 美國總統目前是川普 如果說 川普如果說上任 馬上針對你台積電去打 你去想這有可能嗎 不可能 他一定是先針對他國內的 包括說 邊境的一些狀況 國內的一些企業稅率 下去做調整 所以我就常跟大家講 不要把台積想得太重要 在外資的研究 台積很重要沒有錯 但它沒有重要到 它會成為說 外資的一個主要部位 所以我就說 整體來講是沒有什麼問題 今天台積預計會再續漲 我們看一下 今天的幾個重點 當然就是說 四大全職股的買點 我就說四大全職股買點 是會持續 因為說就像我跟大家講的 你去想 因為說 其實說大家知道說 川普他最重要的兩大政策 第一 叫做企業降稅 企業減稅 第二叫做去中化 那我可以告訴大家 我昨天的盤後節目 我講非常清楚 第一 企業減稅 這幾乎是確定了2025年 整個大行情趨勢是沒有問題 包含說 在台股美股都是一樣 企業降稅 它影響是整個2025年的大方向 那去中化 它所帶出來的 就是11月份的新標股 有沒有 我昨天早上才告訴大家 一樣是在這裡 一樣是在這裡 一樣是早上8點半 一樣是我 我就告訴大家 成熟製成 面板族群 要開始起漲了 昨天不是群創 來你看昨天的群創 有沒有 群創 連電 同步都大漲 這就叫做去中化 等一下個股再來講 所以我覺得說 既然說 兩大政策 其實對於台股來講都是蠻有力的 那四大全職股就可以持續下去做關注 所以我看法也是一樣 就是說如果說台股 它在第四季 是有機會創下歷史新高 歷史新高就是24416點 我的看法不變 一直以來都不變 第四季有機會創下24416 那如果說台股還有 這麼大的空間的話 你去想 如果說距離昨天收盤價 昨天收盤價是234 那如果說 至少至少歷史新高的話 就代表說 基本至少還有1000點的空間 沒有錯 至少還有1000點的空間 那還有1000點的空間 漲誰 一定也是漲全資股 所以我覺得說台積電 一樣可以去做買進 就是說在整個第四季 我的看法不變 台積電只要說 很多人說川普上任 台積電一定會受影響 就像我講的 用一點邏輯去想 幾個重點 台積電沒有重要到 讓川普一上任 第一件事情 就是拿到台積電 沒有這麼重要 很重要 但是沒有重要到 他會擺在優先首選 那第二 就算台積電被減少補助 就算被增加關稅 就算被強迫設廠 解法很簡單 所有成本轉嫁到輝達身上就好 有什麼難的 轉嫁到輝達 轉嫁到蘋果 轉嫁到Intel 轉嫁到AMD 是不是 沒有什麼難的 所以我覺得說台積電 趨勢不變 就是說上看一樣是1200左右 所以拉回來都可以去做買進 再來說鴻海也是一樣 我的看法不變 就是說到年底之前 上看240 都是有機會 所以鴻海我一樣是持續看好 2317鴻海 跟像是2382的廣達 也是一樣 329 但是就像我講的 如果說鴻海跟廣達 這兩黨要擇一的話 一定是鴻海 它會比較好 第一 鴻海它在中國的佈局 沒有像廣達這麼重 因為我這樣說 假設說中國接下來 有可能會受到去中化的影響 有可能會被課增60%以上的關稅 那可能一些中國的在地廠商 在地的廠房 會稍微受到一點點的影響 廣達幾乎有八成以上的廠房 八成以上的公司 全部都是在中國大陸 所以廣達它稍微會受到影響程度 是比較重 但是鴻海不一樣 鴻海包含說印度 包含說歐美地區 包含說中國 它佔比是平均的 所以就算在中國地區 出現什麼關稅的問題 對於鴻海影響也是微乎其微 所以我覺得說把這件因素考量進去的話 我以AI的ODM組裝跟代工來講 鴻海跟廣達我首選會是鴻海 給大家去做參考 再來說聯發科也是一樣 因為說以聯發科來講 聯發科其實在中國的比重 也不算特別低 我不是說營收比重 而是說它的廠房比重 也不算特別低 所以聯發科有可能稍微會受到 一點點的小影響 但是說影響其實也不大 就像我講聯發科它 高通的財報跟彩色都不錯 聯發科接下來一定也不差 所以我的看法還是一樣 至少過1400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以它全年的獲利來看 我覺得上海1500 1600都蠻有機會的 所以我覺得四大全值股 鴻海廣達聯發科 跟台積電 目前都還算是可以買進 再來第二個重點 去中化概念股跟入股ETF 這兩者都可以去做留意 其實說 大家一定會有這樣子的疑問 我知道你想問什麼 去中化 台股受惠 為什麼入股還會漲 是不是 既然說美國要去中化 課增60%以上的關稅 理論上來講 對台股的轉單效應是有利的 但是對入股來講是不利的 為什麼入股還會漲 其實我這樣說 所謂的美國去中化就是 美國會對中國大陸特定的產業 課增60%以上的進口關稅 但是它是特定的產業 所以基本上都是以大型的科技業為主 但是如果說中國大陸 它本身整個國家的股市的話 它並不是只有科技業 所以如果說你要說整個A股 護身 上陣 深圳等等 整個A股來講的話 它是比較吃國內的政策 看國內政府推出什麼政策牛肉 什麼刺激方案等等的 它是比較吃這一塊 那去中化這一塊 它影響的只會是特定的族群而已 不會影響到整個A股 所以這兩層是不衝突的 大家要去留意一下 所以我覺得說上陣跟深圳 都可以去做留意 我覺得都有機會再過高點 上陣跟深圳 所以包含一些 像說相關的ETF 都可以去做關注 00636 首推三檔 00636 國泰中國A50 因為說636它主要的成分是茅台 那相對來講 就是說一個中國的經濟指標 你沒有聽過嗎 茅台的價格 就是中國經濟的現況 是不是 因為中國經濟越好 茅台被炒作的價格一定越高 所以這個是正比的 如果說中國經濟要復甦的話 茅台價格一定會漲 那也是中國股王 所以我覺得說 00636可以去做留意 再來就是說 00637 元大護身正惡 也可以去做留意 這是不錯的標的 資料特別去留意 00637它的成分是期貨 A50的期貨 所以風險會稍微比較大一點點 00636跟00753 中信中國50正惡 我只推這三檔 8875我就不推了 因為說887它的溢價是比較高一點 就753跟636 所以中信中國50正惡也可以下去做留意 那大家說很多人會擔心說 那會不會接下來 那川普又執行什麼樣的政策 導致說入股他的 他的一些公司受到影響 其實我這麼說 其實川普上任對於中國 他的內部的經濟跟四季政策 反而他會加大力量 你去想這個邏輯 中國大陸目前已經灑這麼多錢 灑到股票市場 灑到房地產 為了就是要提振經濟 那如果說我們前面做了這麼多的動作 頭都已經洗一半了 頭已經洗一半洗下去了 結果現在因為川普當選 導致我們前面的一些 灑出去的錢都前功盡器 你覺得有可能嗎 不可能吧 那如果是你 你會怎麼做 我就跟大家說 你稍微換位思考 你就會知道 最合理的解法是怎麼樣 如果說你前面都灑這麼多錢了 那你現在因為川普上任 你擔心說因為川普的上任 我們會把前面所付出的努力 全部都變白費 那我現在一定更是 加大刺激的力道 是不是 為了預防這樣子的狀況 我一定是大力的加強刺激政策 所以我就說 反而川普上任 對A股反而是有利的 所以這部分持續做留意 再來就是說去中化概念股 去中化就像我剛剛告訴大家的 你去想這個邏輯 去中化就是說川普 對其他國家課增10% 對中國大陸課增60% 好 那中國大陸被課增60% 他會怎麼做 60%很多 60%如果說他不漲價 他的毛利一定會被吃掉 所以這些大型的科技大廠 他一定會去漲價 好 那就像我昨天講的 你去想 中國大陸的大型科技公司 他原本的優勢是什麼 不是良率也不是品質 就是價格 就是他有價格優勢 但是現在因為被課增的60% 他一定要漲價 那漲價漲上去之後 他就失去了唯一的優勢 沒有價格優勢 那你去想沒有價格優勢 歐美的大客戶 會再把訂單下給中國大陸嗎 不會 那這個時候下給誰 這個時候就會轉單到台廠 這就叫做去中化 好 那如果去中化什麼產業會社會 我昨天就告訴大家了嘛 你去用這個邏輯去想 很簡單 曾經被中國 銷價競爭最嚴重的產業 他就會是現在 受惠程度最大的產業 面板跟成熟製程 有沒有 面板 成熟製程 還有板卡都可以去做留意 所以這部分都可以去做留意 有面板 群創友達 成熟製程 世界先進 聯電 甚至是成熟製程的IP 資源 都可以去做留意 那板卡這部分 當然是一樣是受惠到川普的政策 包含說技嘉 華晴 維新 我覺得都可以去做留意 但是我當然知道說 現在很少人在挖礦了 挖礦需求很低 但是我就告訴大家 挖礦它只是一個題材 比特幣只是一個題材 華晴 技嘉 維新 本身的位階都低 它只要這個題材帶動上去 股價空間自然絕大 所以我覺得說板卡這一塊 是可以持續下去做留意 還有一個族群 也可以去做留意 就是SMCI SMCI的受害股 因為昨天 美超委 昨天美超委是大漲12% 終於強彈了 我就告訴大家 美超委它的財報有問題 但是它的公司營運是沒問題的 就算它可能會下市 它的公司也不會倒閉 下市不代表倒閉 所以昨天有沒有槍彈了12% 所以今天原本被美超委託類的這些股票 都有機會受惠 包含雙鴻 包含南郡國際 包含像是高麗 包含像是嘉碧琪 這些被美超委託類的股票 都有機會補漲上來 那今天的關鍵價 23650跟23400 支撐是23400以下 可以去買進 那空點是23650以上 可以去做放空 給大家去做參考 等一下我們等期貨開盤 再跟大家說詳細的做法怎麼樣 因為其實說 現在多方力道蠻強的 其實說我會比較建議 一律都是偏多操作會比較好 那我們簡單看一下消息面的部分 其實說台積電補助快到首了 拜登加速晶片法案撥款 其實就像我講的 就算沒有補助又怎麼樣 台積電就算被取消補助 很簡單 我把取消補助的部分 我只要把它轉嫁到 你回答的身上不就好了嗎 沒有補助又怎麼樣 是不是 我從你回答拿 我從你Apple拿 我從你AMD拿 所以我就說這個看看就好 那再來就是說 台美半導體合作未變 這就我一直講的 就是說AI是大趨勢 那既然AI是大趨勢 他一定要先進製程 那先進製程 目前唯一能夠大量生產良率又高的 只有台積電 你不跟台積電合作你要跟誰合作 所以合作本來就是未變 這沒有問題 那再來說習近平 致電賀 賀美國總統大選 判中美喜相逢 其實這就像我講的 其實說很多東西都是表面做做樣子 你去想 關稅戰 中美貿易戰打多久了 你真的要講的話 從川普第一任就打到現在了 大概12年吧 打12年了 川普當時在2016就開始在打 首先推出貿易戰 中美貿易戰 當時第一次推出 相關股票跌到翻掉了 那一直到現在誰在講貿易戰 所以我覺得說這個東西影響也不大 就是說消息一面的影響而已 總結來講今天其實說台股也不會到太差 那我們就是持續針對 好的股票 11月份的股票 還有就是說 受惠去中化的個股 持續下去做佈局 所以如果說你不知道買什麼 接下來11月份怎麼去 加強你的績效 怎麼去把握這樣子的行情的話 歡迎利用等一下廣告時間直接來電 今天星期五 星期五的收盤之前 我們一樣會進場去買全新的股票 那也記得先加入我們的Light 下半段回來一樣告訴大家 今天什麼個股 值得下去做留意 休息一下 好 現在時間是早上的8點49分 台子期或是大漲了250點 所以其實說我相信說 會出乎很多人的預期 大家都這樣講嘛 川普當選 台股先跌再說 台積電會先跌再說 完全沒有發生 不要說跌 幾乎連震盪都沒有 是不是 你說跌個一天兩天反應一下 完全沒有 連跌都沒有 這就是我所講的 其實說真正的關鍵 還是在美國經濟 誰當選都一樣 美國經濟才是最重要的 美國經濟好 連帶整串的供應鏈 包含說台積電設備廠 它都不會差 沒有錯嘛 那又加上9月份降兩碼 今天凌晨又再降一碼 降息效果在12月過後 會開始慢慢浮現 對於整個企業獲利都不會差 來我們直接看一下 所以現在的期貨是上漲了240點 非常強 我就說以這樣子的力道來看 加權指數它過前高 時間早晚而已 24416點 時間早晚而已 那今天的關鍵價還是一樣 23650跟23400 那如果說等一下直接開高 開過650的話 那它就會從原本的壓力轉支撐 這部分就去做留意 因為其實說以目前來看 多放力道真的是比較強 所以我不建議去做放空 可能都是拉回找買點 相對來講會比較安全 給大家去做參考 那個股的部分 其實就像我剛剛所講的 你去看昨天的美國股市 昨天美國股市 最強勢的 包含說 美超委終於止跌反彈 美超委終於反彈 那跟美超委比較應該說 它有連動性比較高 也不是說連動性比較高 就是說稍微有一點點營收比重的 包含像是 3324的雙紅 這就有機會 因為說雙紅這一段 就是因為美超委的影響 否則為什麼說奇紅沒有跌 只有雙紅再跌 雙紅這一段 就是受到美超委的影響 那再來 還有包含像是 8996的高利 這些都是受到美超委消息面的影響 那實際營收占比有到雙位數的 只有雙紅而已 高利沒有 高利它受到消息面影響 但不管 反正說有受到美超委影響了 今天都有機會 3324雙紅 8996的高利 那跟像是南郡國際也是 南郡國際量比較小 我就不講了 那像是6197的加批期 它也是稍微有一點點受到 這個美超委的影響 今天也都有機會 可以持續下去做留意 所以美超委的部分 那再來還有說 以台積電來講的話 台積電的ADR昨天是漲4% 重點 以目前的ADR來看 除了台積電強 包含聯電 聯電的ADR昨天漲幅也不錯 等於是說 連成熟製程 都要開始去做復甦了 包含像是NVIDIA 有沒有 昨天繼續在創高 這個都非常強勢 NVIDIA 所以NVIDIA創高 包含整串的GB200供應鏈 也都有機會 所以現在機會 其實真的是非常的多 甚至包含像特斯拉 昨天也是繼續在漲 所以如果說空間比較大的話 我覺得還是會是在 這部分 面板跟成熟製程 原因很簡單 因為這一塊算是在之前 幾乎都沒有漲到的 來 你看聯電 先看聯電就好 有沒有 跌成這樣 就是說以目前來看 很多股票都有機會 都會受惠到類股的 輪動資金的輪動 但是像這一群 曾經被中國大陸 削下競爭比較嚴重的 它的位階相對就低 因為它在下半年 根本就都沒有漲到 不要說沒有漲到 還一直在破底 所以像是2303的聯電 就滿有機會的 我覺得說聯電過50沒有問題 就像我講的 成熟製程再怎麼爛 因為大家都知道 成熟製程跟先進製程 AI是吃先進製程 所以成熟製程 你說穿了 可以說它跟AI 根本就沒有關係 但就算說它的需求不佳 聯電殖利率還是有高達 將近是6% 就像我講的 聯電的配息率非常的穩定 今年至少至少可以賺到 4塊錢以上 4塊錢以上 乘上60%的配息率 明年至少會發放2.4%的鼓勵 2.4元 以2.4元來講 大概45元 46元上下的股價 殖利率5%多 光是這個5%多 就會吸引到買盤了 所以我覺得說持續看好 聯電 再來說5347的世界先進 也是有機會 這些都叫做去中化 世界先進也是比較大的佔比 在成熟製程 它也很有機會 再來就是面板 3481的群創 因為面板它也是受到 就是中國效價競爭 報價一直起不來 那如果說現在去中化 中國被迫漲價 面板的報價 自然就可以更快的復甦 就這麼簡單 所以群創持續看好 2409的友達也持續看好 有沒有 昨天也是告訴大家友達 漲4% 這一串我都覺得說 還有機會 空間都還蠻大的 可以持續下去做關注 那再來就是說 還有包含像是板卡的部分 就像我講的 像是說2376的技嘉 你說技嘉近期怎麼這麼強 是因為川普當選 比特幣大漲收賄挖礦嗎 我這麼說 挖礦它叫做一個題材 比特幣叫做一個題材 那技嘉本身的獲利就不差 它就是缺一個起火點而已 缺一個市場熱度 所以我覺得說這次川普當選 比特幣一直在大漲 它就會把這些位階本來就很低的板卡ODM 通通一起帶上來 所以包含像是2376的技嘉 可以持續去做留意 那像是說3515的華晴有沒有 左連小幅度拉回我就也可以去做留意 那還有 在電競板卡占比最高的2377的微星 也可以去做留意 因為你看這些股票的周線 都非常漂亮啦 幾乎都是在底部有沒有 2377的微星周線起漲 下週都有機會再繼續 351的華晴也是 有沒有 周線剛剛轉牆而已 這個我都覺得 至少延續到下禮拜 都不是太大的問題 那再來說從群創延伸出來的 包含說面板散出型封裝 這個也都有機會 8064的冬結 我覺得都還有機會過高 因為FOPLP 預計會是接下來的一個 主流的封裝技術 冬結 新科 有微科 這一串都可以下去做關注 所以總結來講 我覺得說目前機會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 就看你怎麼去挑 那我們在今天收盤之前 一樣會去買接下來全新的標股 想跟上我們的操作 歡迎直接來電或視訊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